股市萬事達 獲利皆可達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的節目 今天我相信大家在我們的節目上 在我們的訊息上看到很多賺錢的資訊 我相信大家都有賺到錢 你在開始之前就要麻煩幫我們先按一個讚 並且把這個節目分享給大家分享給其他好朋友 這樣子讓賺錢的機會越來越多人知道 我相信你的運氣也會越來越變好的 如果節目最後你在有什麼的問題 節目結束之後有什麼的問題的話可以在我們的下面做留言 每一則留言我都會仔細的來看 有任何的問題我會回答你 接下來我們先看一下今天跟大家講了什麼 今天跟大家講了創維這檔股票 在盤中的時候我們9點11分的時候就跟大家講了 其實這檔股票我們之前就講過了 在什麼時候 我們在11月24號的時候其實就已經跟大家講了 你來看一下11月24號這個財經集中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大家講創維這檔股票了 我們今天仔細來看一下 11月24號的時候價位還在哪裡 還在這個95.2 當時是怎麼跟大家講的 當時講說 下面是不是有出現低檔的地方有出現大量的呢 然後是不是 這個多空交戰的位置 也就是頸線的位置 是不是有這個強洋K出現 就是強洋K 在11月24號的時候 那個時候突破我就跟大家講 發訊息跟大家講了說 你可以做這個特別去留意創維現在的走勢 然後昨天跟今天就一路的往上做上工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很快的時間 其實沒有幾天 就一個禮拜的時間 漲已經漲了 15.02 15.02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關心一下 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們的訊息到底在講什麼 好那我相信我今天還是 還是跟大家講 今天要漲之前我還是有提醒大家 假設你是今天 如果進場的朋友 我相信你 還是能夠 賺到這樣子的獲利 今天最多漲到7% 明天會不會繼續漲 還會繼續漲 那上面125塊 就是在那個地方 上面的地方 上面125塊的地方 稍微有一些壓力 所以你在上面的時候 要去看他這個走勢的變化 當然我也歡迎各位跟我一起操作 一起操作的話 我相信你會比較輕鬆 再來跟大家講一下這個新能高 新能高在這個11月22的時候 我們也跟大家講 我們當時 11月22的時候 這個也是9點26分的時候 就跟大家講 當時我跟大家講什麼 就是新能高的格局非常漂亮 所以你要來注意 可以關注持續的關注他 大家看一下現在新能高的走勢走到哪裡 這個是11月22號 我在節目上 我們在這個萬事通的頻道 一樣的時間 下午3點鐘 都還有跟大家來 特別再提醒一下 那今天來看一下今天 漲停板 我相信各位你就覺得 好不容易 你自己找股票好不容易又找到漲停板 但是老是每一張股票都漲停板 好多股票都漲停板 好那你來看一下今天現在到底是怎麼樣 他這走勢跟格局到底是怎麼樣 你可以看到嗎 有幾點都是我們常用的這個技巧 我都列在這裡叫什麼 這個叫低檔強勢反轉 就在這裡 低檔強勢的反轉 你可以看到 然後呢是不是 D檔有這個大量 D檔又出現大量了 然後呢是不是突破警線了 是不是這邊突破警線了 然後呢 強強K又出現了 好所以11月22號的時候我就跟你講 然後呢 中間休息了好幾天 對不對 漲上來之後漲了兩天嘛 中間就休息好幾天 但是今天又繼續漲 今天又漲停板 所以漲了多少 從我們進場到現在 19.91 我相信這樣子的獲利 大家應該都很喜歡對不對 其實沒有這麼難 你只要 仔細的來看我們的訊息 好好的追蹤我們的訊息 我們的訊息都在LINE跟TG上面 所有訊息都是免費公開的 那所有 老師講過的東西 都可以做驗證 你要想要驗證也可以 反正我的訊息都是公開的 那你就直接來看 加入 就可以免費 馬上免費來看這些資訊 好 所以 資訊真的很重要 老師的資訊每一天都會有新的股票 跟大家講 再來呢是中興店 中興店是什麼時候呢 11月25號的時候 我們講的 跟大家講的時候還在這個 58.5塊 當時怎麼講 是下面這邊 有異常 有低檔有大量出現 然後突破這邊頸限位置對不對 然後呢 就上漲了嘛 然後現在漲多少 漲的11.45 現在為什麼 今天這個漲勢算是非常強 左邊這邊有幫大家畫了一個框框 是上面這個高檔的盤整區 當時是從高檔 一路的往下做下跌 然後跌到這個 49.05 那當時我相信很多人 在這邊 在這個上面高檔的地方 你如果在這邊做買進 然後他馬上下跌 我相信你當時一定是 非常的難過 對不對 但是現在又回來了 好 那今天這個走勢怎麼樣 你看看今天這個走勢怎麼樣 今天這個走勢是不是一路往上做上漲之後呢 然後 就漲到65了 那他漲到哪裡 是不是直接漲 我這框框 直接漲到這個框框裡面了 所以 他的走勢是非常非常的強 而且今天是有漲停板鎖使的方式去走 那中興店這張股票其實他整體的業績 他的這個營運的狀況 都很不錯 所以我跟大家講未來還不會繼續往上做上工 他現在第一件下個禮拜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挑戰上面這個 67.9塊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可能 禮拜一的時候就會挑戰到了 他現在就要去挑戰他 那有可能會怎麼樣 有可能就直接挑戰過去 賺錢的機會是不是又來了 那我相信如果你當時 有看到我的資訊 有接收到我的訊息的話 我相信你現在應該很開心 不會想說我當時買在這個上面 我很痛苦 因為我是叫你買在這個下面的地方對不對 所以大家好好好的留意我們的訊息 再來呢 華星光 華星光啊 前幾天一直都在跟大家講 那我相信已經漲了三字停板了 已經漲三字停板 11月29號 對不對 11月29號我們跟大家講的 然後呢 他就一路往上漲 他就一路往上漲 當時在哪裡39.85 今天在哪裡 今天最高大概54.4 能夠賺到多少錢 36.51 你今天丟100萬進去能賺多少錢 36萬 這樣子的這個 獲利啊 誰會不想要呢 我相信大家都想要 但是呢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都放在 我們的LINE的訊息 還有我們TG的訊息上面了 如果你有賺到當然恭喜你喔 但現在今天有些人可能很緊張喔 跟老師講 今天上面對不對 怎麼樣 是不是 這個 收了上影線 然後開始反轉了 有些人可能都很緊張 那怎麼辦 其實你不要緊張 沒關係的 漲上去之後已經漲了 三字停板 36.51 稍微調節一下你手中的持股沒有關係 稍微可以調節一下我們把這個 你獲利的這一些部分呢怎麼樣呢拿去 投入到別的股票當中啊 這樣子你的資金就會一直在輪動 就會一直在輪動 跟大家講了這麼多 我們到底是用什麼方式在做股票的 其實我剛才都已經跟大家講了 那這個 我的這個戰法 每一天都跟大家來報告 每一天都跟你強調 叫做什麼要找到這個低檔的盤整區 這個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有了一段時間的盤整之後 表示什麼 有人在這邊累積他的力量 有人在這邊花了時間跟金錢在這邊累積他的力量 所以會怎麼樣 未來就想要嘗試做上漲 那盤整的結構呢 你要怎麼去判斷呢 當然就是第二個你要找到這個 低檔 出現了異常大量 通常大量都是誰進場做買進的 我跟大家講 通常大量都是法人投信啊 不然就是外資啊 不然就自營商 不會是一般散戶去買 所以這個找到低檔的異常大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這邊跟大家講 這個是 第二點 再來 第三點你要找到什麼 你要找到這個 強揚K 強揚K也非常重要 他會帶動整體的這個走勢 會告訴你說 現在是不是啊 這股票要走一個強勢的上漲 這也非常重要 最後第四點才是驗證公司是不是穩定 公司有沒有在做成長 那用什麼去驗證 就是用營收跟財報 那很多人在市場上有很多人 直接把這個第四點搬到低點去 就是我們就看財報就好了 我們要學習巴菲特的精神 我們學習巴菲特的精神 但問題是怎麼樣 你如果只有看到這個營收財報 就像今年啊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的 今年以來 長榮的業績 在年初的時候是不是很棒 是不是很漂亮 公司有沒有穩定 很穩定的 財報有沒有很好看 非常的好看 那結果長榮呢是不是 從 上面高點的一路下跌 一路下一路下一路下跌 減之然後他今年還減之 減之完還繼續下跌 我相信如果買到長榮的朋友 真的是 你可能會覺得很難過了 但是你 其實我在六月份的時候就跟大家講 長榮你要反手放空 還有告訴大家很多避險的方式 所以你仔細看我們的節目 我相信你 也會避掉這樣子的損失 老師盡量來幫助大家 那你要怎麼加入我們 你要怎麼收到這些訊息 我跟你講 其實你用電腦的朋友 你只要輸入我們這個ID 在Line上面輸入我們ID 馬上就能加入了 或是你用手機掃 掃描一下QR Code 馬上就能加入了 如果你是用手機的朋友 那也沒關係 我們在節目的資訊欄 在下面有個連結 直接點一下就能加入 所以你獲得資訊的方式也是很簡單 大家不要浪費這樣的機會 好那最後跟大家聊一下 未來 下個禮拜開始 你要怎麼去做股票 跟大家講 先看一下新聞 現在說市場上在等待這個非農數據 對不對 今天晚上要來公佈 今天晚上就會來公佈 那現在這個新聞其實也是 找不到什麼方式來形容現在的這個股票了 所以就講 找了一家公司 Sales Force 這個 直接講說他因為他所以倒窮跌200點 這有可能 跟大家講 新聞看看就好了 他講什麼 他講說因為什麼聯準會 官員英派 然後 美元 原美在職率啊都下跌啊對不對 然後講說什麼美國鐵路系統 因為他們 最近這個通膨厲害嗎 大家生活都很困難啊 所以 要展開這個罷工嘛 到底是不是這樣子 真的很難講 原因是很多但是 其實倒窮前一天的時候 漲多少漲700點 然後你看一下 昨天跌多少197點 這樣叫跌很深嗎 沒有啊 這樣叫為什麼下跌 你看一下我這邊幫他畫了一個圈圈對不對 這個圈圈是什麼 是不是上面 當初開始從上面往下跌的地方 這個地方是壓力的位置嘛 那黃色這個線是什麼 這叫多空交戰的線嘛 那現在突破這個多空交戰線之後要做什麼 回來做確認 看一下他昨天是不是下跌對不對 跌到這個線有沒有 馬上收下引線了 馬上就收下引線了 然後就推回去了 所以漲是多方的這個格局很強 很強 並不是說要下跌 我相信今天公布非納數據之後還是會繼續往上做上漲的 大家我們就等著來看 再來加權指數的部分呢 我也是跟大家講加權很弱 加權很弱 你看一漲上去 到15000點之後呢 然後就開始回檔 今天繼續做回檔 今天繼續做下跌 跌40幾點 那跟大家講 跟美國股市這個狀況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要去看要去認知說 現在我們在走什麼樣的走 走勢 那你看到右邊 也是壓力的區域位置嘛 那現在漲上去呢開始 就要測試這個壓力 那 會不會啊 繼續突破 15000點 15500點 目前跟大家講 大家要開始留意風險 因為 漲勢其實啊 不是那麼的有利啊 所以 現在會在這個上面啊開始做一些盤整啊 會在這邊做橫盤盤整啊 所以大家要記得喔 未來的走勢 還是要多留意 及時的變化 那 今天這個你可以看到說 今天叫做洋轉機 洋轉機 下跌之後一路往下做下跌 然後還怎麼樣 盤中這邊對不對 往上做推升啊 但是 推上去沒力啊 然後 又收回來啊 所以收在這裡啊 所以收在 上影線比較長對不對 所以這是告訴你什麼 這就告訴你說 上面的這個壓力很重啊 而且今天往下做下跌 往下做下跌 但是跌的也不順 但是 告訴你喔 就是現在啊 這個地方啊 要開始做盤整 開始會做一些盤整 上上下下的 所以這段時間操作也不是說很好 不是說很容易喔 那我歡迎你啊 隨時來看我們的資訊喔 那我的資訊所有的都是免費 都是公開的 歡迎大家來看 好那今天的節目我們就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在下面做留言喔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再見囉 掰掰 你想賺錢嗎 訂閱理財周刊頻道 18位專家提供最快最多樣的看法 從每天早上10點半到晚上10點 每30分鐘就有一檔最新的影音上架 你還在等什麼 下個不好 就是你 我們下個禮拜